那請教一下這個智昌大哥 美國另外一個發展是昨天川普這個出手 然後影響了這個油價 油價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那另外一個發展是疫情延燒多久呢 那事實上重創美國的經濟就可能多久 美國經濟能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核心 包含台灣過去相當多這個外銷產業 也能來依賴歐美的市場 所以歐美市場一旦受傷的話 台灣最終即便是做外銷的也都會受傷 那做內需的本土這一波的傷害 已經非常明顯出來了 對油價來看的話 就是在過去減產的這個協議失敗之後 俄羅斯呢 它不遵從這個關價的這個定價 就OPEC的這個關價 所以說因為它財政上需要一些收入 不斷的輸出這個歐洲或者是伊朗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國家 中國大陸等等 所以油價的這個價格呢 就迅速的這個下跌 跌到20左右 甚至要跌破這個20塊 那油價跌到20是有史以來的這個新低 因為在2016年最低的時候是27塊1 那跌破之後就代表說整個全球的有效需求 就是在消費者的這個需求方面 幾乎是斷裂 那你不管說是在開車的減少了 那另外在生產者方面 用石油去類解的這個產物也減少了 所以兩方面的這個減少了使得油價的這個需求盪了下來 而且是極速的盪下來 那目前呢經過了這個幾次的會議之後呢 油價呢開始反彈 因為大家終於認識到說 昨天的新消息是說打算減產 但是減產這檔是大家要執行 有些人會偷偷增產 而且偷偷賣 對 事實上呢 這個減產呢 這包括美國一人有了在幾年之內加入了這個戰場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很多國家因為經濟制裁 包括伊朗跟那個俄羅斯嘛 被歐美經濟制裁 他們也需要財政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另外OPEC本身呢 也有部分的國家呢 他也要給予這個財政的這個預算的這個收入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減產的協議能夠執行多久 也未確定 但是目前呢 如果說減產 看這個油價這個期勢的話 可以確認說 這一波的這個有效需求的 這個最低檔的這個點已經過去了 對 已經過去了 但是未來這個情況呢 還要再看整個狀況的這個運轉 包括第一個需求方面有沒有上來 那第二個就是就業的這個人數有沒有增加 像林光你提的這個失業的這個人口呢 我跟大家算一下 美國的自然失業率呢 是3.5 那在QE的時候呢 是打到了4.5 三次的QE 第四次的QE呢 是打到了3.5以下 所以說這個QE那時候的效果呢 非常的厲害 那QE那時候是只有4.5兆 這次是無限的那個上綱 這無限量的供應的這個QE 但是目前美國 六百六十幾萬的這個失業人口呢 目前看起來的話 大概到7%左右 在1930年代的時候 失業率最高是24.9 但美國呢 他的國會呢 他有預估 如果說狀況繼續的惡化的話 到第二季或第三季的時候 他的失業率呢 可能會達到31% 對 這很嚴重 然後呢 GDP呢會盪掉7%左右 這更嚴重 所以說目前來看的話 是高峰期呢 還沒有到達 那美國呢 在做壓力測試 我們叫做pressure test 最差的這個情況呢 有出現這個情況的時候 有多久 那這樣一個情況就代表說 他有準備 後面有一些政策呢 可能會因應這個局勢的這個變化 來去做一些準備 那第二個 我們來看中國大陸 剛剛林官所提的這個貿易的這個狀況 這次的那個 他總共的貿易的這個加速呢 總共有六百四十一萬加 那這次被掃到的 中小企業呢 以廣東的最多 然後再過來是江蘇跟浙江 那這些產業呢 出口的這個狀況呢 是同步的下滑 盪下來 很急速的這樣萎縮下來 那這樣一個狀況的話 會使得 中國的這個就業 我們叫做失業 或者是他們叫做下崗的這個人數呢 也會增加 就是說傳統上 中國非常依賴廣東跟浙江 這個賺外匯 那主要是出口業者 然後習近平特別視察了浙江 然後所謂的外匯 說穿的是歐美的訂單 那帶來的工作跟就業的機會 那這一次歐美的受傷呢 也保證傷及中國的外銷產業 那其中的指標就是浙江跟廣東了 對 因為他們這次感受到的是很快速的 而且前面試的這個下滑出來 下滑過來 跟2008年的時候呢 狀況就非常不一樣 所以說讓他們突然接著說 怎麼訂單突然就萎縮了 那這樣一個狀況呢 使得很多這個中國的這個政策呢 未來可能會針對這個失業的狀況呢 去做一些處理 包括說降準 或者是繼續的這個 釋出一些資金啊 甚至國有銀行要出來 來輔助這個中小企業的這個紓困等等 他的資金的量呢 可能會更多 所以我們在美國看到超級大失業 事實上我們也有可能在中國市場 看到超級大失業 那中國另外還有幾個指標 昨天晚上這個有一個指標的咖啡 叫做瑞幸咖啡 當初很拽的在美國掛牌 那現在承認造假 那昨天股價暴跌將近八成 類似這樣的中國地雷 中國造假也有可能是將來 美中工房的核心標的 對 因為在這個會計方面的處理呢 其實我們有這個 CEO是有這個裁量檢 我們叫做DA Discretionary Accru 就是有對這個應收帳款 比方說這個月收的 那我不在這個月任 我可以拿到下個月 這個是OK的 然後呢 另外第二個就是 他這種的造假呢 就像過去那個安隆的事件 因為安隆他賣那個 EU卡的時候 是要等EU卡的客戶用了之後 才能夠列為營收 但是他賣出去的EU卡 那EU卡的量還沒有用 他就算成營收 所以暴增了 那這次的這個 這個咖啡店 他處理的這個狀況 我們不是很清楚 搞不好是說 我的咖啡賣到你那一家 你的又賣到什麼那一家 但是這個造假 跟營養的這個管理 這個是兩件事情 營養管理是合法的 就是說我把這個業的營收 列入下個月 但是你造假的話 就是沒有憑證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 那我給你 我來給你 感谢观看